音乐以下马上嗨翻全场 台语金曲歌后黄飞的追追追 渴望唱进国庆晚会 另外包括台语金曲歌王翁立友 其他歌手高尔轩小胖林渝群等 也都在这次国庆晚会的卡斯名单当中 而预计献唱两首江会 让不少网友狂敲碗 点喵他在国庆唱嘎嘎嘎嘎 还有给奥 今年的国庆主视觉 在韩国医院长主导之下 恢复经典的蓝白红中华民国国企配色 双试中间还用国画梅花来做连结 处处充满中华民国元素 而在云林就有国中校长 用数学角度来解析主视觉 校长看到主视觉图案 是由两个十字编程 中间用梅花做连结 设计出对称 向前等教学题目 要来考考大家 图案中的对称轴有几条 你把它折过去之后 这边的下半部会跟这边的上半部会重点 所以另外一条对称轴就是在这边 而今年的国庆烟火熟度在云林登场 预计在湖北高铁特定区 释放三万发烟火弹 并结合无人机表演光雕水舞 打造40分钟的精彩灯光秀 最佳观赏点包括高铁云林站前站 农机展用地和学府东路等地 期盼绚烂的烟花 能够点亮双十国庆的夜空 就这样